老花一开洋瓶的第22期 这个呢是一个同行 一个做的比较大的海马家的 大家应该都认识啊 这是一个孙红雷 孙红雷啊 我当开始 一开始我接触了这个花的时候 我一听 我这花叫什么 这是孙红雷 想起来这个音 把人家家箱子做的挺好的 然后呢是从成都这边发过来的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很多话说老花你怎么不卖花呢 跟大家说啊 我虽然说做网店做好几年了 今年卖花呢是正儿八经的开始是第一年 以前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一些个 花友们的一些个病虫害问题 还有肥料土去做的 你像这个东西呢 咱们还是需要学习的有很多 箱子很好啊 包装一看就是大公司是吧 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但是保卫有点薄啊 海马咱们可以稍微改进一下 稍微加厚一下 我看那个他们福建那边发茶话的话 会放一些个就是那种黑心棉 这是一颗松红煤 价格呢不算高 它的一个原价呢是28 咱们领完窍以后合到22块多 没有什么花包 放了一根竹竿是用来防止它会死掉的 包装的话稍微有一些简陋 略微对比的话 这个东西长得不算很快啊 因为它是木本的 一般这种长成这样的话 最少得将近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你像三两天它是长不出来的 所以说木本的一个造价会高一些 土的话是椰康 颤的一些粘土 就是一些个原土了哈 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还放了一些个缓氏肥 根系很健康 苗青还可以 苗青还可以啊 这就是它的开花了 那我手里面拿着呢 这颗花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 但是它不是它的一个爆花状态 它爆花的话很好看 就是在那种虫虫蜜蜜里面有几朵 小小的类似于那种小红红的虫白梅花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意境 而且这个东西呢 它是非常喜欢光照的 大家没有光照的话就会养不好 用土的话呢 现在根系已经满盆了 很多话说老花一什么时候该换盆 像这种时候就是该换盆了 因为根系长得非常的满 再从这个盆里面去养护的话 它就会缺乏营养 施展不开 好吧 可以换一个略大一号的盆了 那么呢 很多的花友呢 也会听一些卖家的建议 就是你会听到更多的一个就是缓苗 很多的花友理解不了 我建议大家 你像收到这种苗青非常健康的 你就别想着什么缓不缓苗的 你就正常的去养护 它完全扛得住 一般就是买一些裸根的话呢 不让你暴晒 像这个非常喜羊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北方在冬天 广东的话 您稍微避一避您那个日照 你像我们都 你就拿出去就正常全日照 你就换个盆 加一些好一点的土 一点事没有 妥妥的 正常是非 正常用 它只是说从那边到这边 它路途上没有什么一个大的损耗 如果说在路途上损耗很严重 它是需要稍微的让它缓和一下 像这种情况 不存在缓苗 所以说花友们呢 基本上因为这个缓苗会缓死的比较多 再一个呢 呃 这个东西非常的耐修剪啊 就是你从这个位置 直接剪一半下去 只要下面还有小叶片 它都能再长出来 非常皮质和好痒 对于肥料这一块呢 大家用一些缓饰肥 日常的时候可以用花多多 或者傲绿子这种搭配都可以 像我的话呢 下期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一下 孙红雷的一个 试验养护吧 然后呢 咱们给这个花打一个分啊 呃 毕竟呢 价格这一块呢 二十来块钱是吧 二十来块钱的话呢 属于一个中规中矩的价格 描情也在九十分 综合得费呢 九十分肯定是有的 看到了吗 其实呢 那做这种好的一些东西呢 销量不会很高 挣的钱也不会很多 都是同行 我也能理解里面 现在 我也非常的羡慕 一直也是行业里面的一个标杆 你像海马还有天狼 还有王大爷跟塔莎的花园 对吧 可能 有的花友也不认识 他们是我的同行 也是我的榜样 我也是不断的在向他们学习 好的呢 也是 让人感觉心里边确实是这么回事 自己确实对比人家来说 我有很多的不足 还是需要进步 有时候直播的时候 大家看我得得瑟瑟的说我飘了 并没有飘 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很谦虚 我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下期再见 白了